回来晚津新闻现场 我们来看上个星期才刚刚开幕的台北版级百货 遭到民众投诉 那么搭电伏梯的时候 女孩有可能撑光外泄 在这段影片当中 稍后你可以看到电伏梯旁边围的都是透明的玻璃 因此如果女生穿的裙子太短的话 就有可能走光 台北新义区的日系百货 刚开幕人潮不断 就连电伏梯也常常挤满了人 不过现在网路上流传 新百货的电伏梯四周都是透明玻璃 穿短裙的女生非常容易走光 这篇名为百货春光无限好的文章 一流传出来 还真的有民众跑去当场测试 根据民众提供的画面 可以看到像这位穿着短裙的小姐 裙子短到刚好盖住屁股 下面的人透过玻璃都快要可以看到裙子里面 还有这位小姐裙子比较长一点 但搭上这边两个都是透明的手扶梯 一样若隐若现有走光危机 像搭手一站的位置会特别 如果穿很短的裙子就会 你有发现她手扶梯旁边玻璃就是透明的吗 有啊 所以女朋友穿裙子会不会特别注意她 让她不要站太外面呢 有 我会把她拉中心一点 你会把她拉中心 这连男性同胞也担心女朋友走光 虽然这个季节穿短裙的人比较少 但男保有心人士不会刻意偷拍 女性朋友搭上这个透明电浮梯 还是小心为妙 整理新闻三号报道